那上半部分分析的内容呢 我相信大家能够品出其中中共最最关键的地方 我觉得关键的地方我们能够品到整个体制从内部 其实从中共的最高层完全崩溃了 完全崩溃了 谁记得在二月初的时候我讲过说谁也收不了手 你只要维护这个体制你就收不了手 你一定往下走 因为它出现的概念很清楚 原来的整个的罪责 中共这三十年来最大的罪责就是江泽民 就是原来的写债邦 那他随着事情的推移真相的披露 真相被掩盖的真相一定在他们身上 而他们一定要求得翻身 可是他们自己很清楚 已经要死囚了 要翻身 只能把对方打死 往死了整 才会出现这种场面 所以我们看过这半年来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应该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求得在七月份上旬20号之前 北戴河会议之前会有很激烈的这种冲动 很激烈的这种打斗 但是表面看起来呢 和风细雨 所以那我们就看看下半部 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 文章呢 再次引述了彭博社的报道提到说 所有拿到的资料 仅仅是表现出产权的证明 以及金额明确的资产 房产和股份 而这些资料可以通过公开和商业记录 与知情人访谈来追溯到 这是这么说法了 如果这些都可以追到的话 你追追周永康他们家有多少 江泽民他们家有多少 曾经红他们家有多少 对吧 所以我不信这种说法 我要信这种说法的话 你就不用中共中央要求 部级以上的干部公布个人资产了 用吗 所以这是个说辞 这种说辞骗人的 来掩盖他的消息的来源 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像王立军在领馆时 在美国领馆时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 王立军并没有留给美国人任何资料 因为有三袋资料放在车里面 那个车子怎么怎么倒进了 在接王立军时 怎么去倒进了美国成都领馆 然后王立军把后盖打开 看到了三袋资料还在那 扯什么呀 撒谎的人就一定要描绘出细节 这样的细节是证明他不是撒谎 但他笨蛋就笨在这儿了 他为什么笨呢 因为他一定要围绕着自己撒谎去转悠 文章讲说 彭博社追溯到大部分的资产 是归属于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和他的丈夫 邓家贵以及自己的女儿张燕南 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 文章就列得很详细了 1991年齐乔乔以什么名义在香港买了一个价值300万的房产 97年齐乔乔与自己的夫君投资1530万人币 购买房地产以及什么建筑公司 2004年齐乔乔和邓家贵投资9560万 购买北京市中心的1万平米的土地 用于建设豪华住宅 那下面列的非常的详细 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能列出习近平 你就应该能列出中共中央层面的 政治局层面的 省部级层面的所有人他们的资产 哥们你就列一把 我就扶你 你要不列出来 你就是在骗人 一定有人爆料 毁掉习近平 怎么毁 为什么毁 我刚才分析的很清楚 这个爆料本身呢 一直被爆到了2009年 习近平的姐姐的女儿 在香港投资1.5亿元港币 购买了一栋海景别墅和另外两座豪华住宅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了 文章紧接着讲说 目前的事情呢 是在18大交接的时候 6月29号 彭博社的头版头条的新闻提到 美联社分析认为 中共当局对高层人士财富的揭露性的报道 是十分敏感的 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 官员腐败猖獗的背景之下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的一个政治学者 叫做杨大利 对美联社说 政府一方面强调 希望克服腐败 另外一方面担心这样的报道 会激起公众对共产党的不满 这篇报道的目的 就像激起人们对他这样的讨论 这种激起被激起的讨论 矛头人们的感情会自然冲向习近平 会认为习近平有问题 人们会自然会这么做 这是他最关键的 而更逗格的 就是旁边这张照片 旁边附了一张照片 2009年习近平访问德国 看到的是习近平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 在谈两本书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 当时习近平访问德国的时候 拿的两本书 是习近平送给默克尔的 江泽民翻译的两本书 你如果找找2009年习近平访问德国 你会看到当时那条消息 而江泽民翻译的这个书就很怪 江泽民在苏联留学 翻译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个工程书 是一种工程机床这一类的书 我就搞不懂 你说江泽民会俄语还是会德语 会俄语咱有情可原 人在俄国还有苏联还有情人 但它翻译成什么文呢 默克尔是德国人呢 那你把这本书给默克尔 那算怎么回事呢 我们当时在今日点击当中跟大家分析过 所以我只能说当时的习近平表明自己跟江泽民之间的关系 挑战的是胡锦涛 而习近平能够上来是愚翁得力 这个我们介绍很多了 血债帮原来想推薄熙来 没推成 胡锦涛是想让李克强做一把手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整个江泽民血债帮牛头一转 把习近平推上来 习近平成了渔翁得力者 这是当时07年的时候出现的事情 我们分析我就说很清楚 习近平本身的派别很很不是很明显 而习仲勋对他家庭的教育呢 是非常的严谨 态度又是开明的 所以跟江家帮是不吻合的 可是曾庆红自己是太子党 那习近平又是太子党 所以从感情上来讲呢 习近平就等于欠了江泽民的 那么随着今年的事情 我们看得清楚了 习近平上台确实是个江家帮的缓冲 血债帮的缓冲 目的是不让李克强成为总书记 做成了 然后呢 要周永康跟薄熙来联手 利用两年时间做掉习近平 干掉习近平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张图片 来得非常特别 在这篇文章里 偏偏放上这么一张图片 好像提醒了大家伙 习近平是江泽民的人 如何如何如何 在我看来呢 都叫阴谋轨迹 但是整体的概念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跟大家说的 离间习近平与胡锦涛和温家宝之间的关系 利用胡锦涛的声性的软弱 来求得反击 一定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大手笔的做这种事情 以求得在真正起作用的北戴河会议上 为自己争分 这就是曾庆红周永康 原来的江家帮血债帮的 仕途翻身的一个最关键的大手笔 谁被利用了呢 海外的著名媒体 所以有关胡锦涛的内容 被泰晤士报拿出来 有关习近平的内容 被彭博社拿出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刀枪剑影 辅跃勾差 中共的高层 特别是江家帮原来的人 那不是人的 所以谁对他自己表现出生性软弱的一面 你就被他剁成肉酱 咱们走着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